冷门喂鸟器月销百万 卖宠物类木市场潜力有多大 今天介绍是一款国内没见过的新奇产品窗户喂鸟器 这家是美国的卖家 主要经营各种鸟类或小动物相关的木屋 整体客单价都相对较高 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垂直类高客单价账户 这款产品的星级为4.1 从产品和客服的角度出发 都有优化的空间 也是属于留给看上这类产品的卖家们的机会点 预计链接销量为1000左右 由于是高客单价产品 预估销售额每月18万美金 属于非常本土化 定制化的产品 由于是美国卖家的手工制作 能够在一天内发货 针对美国房屋的建筑风格和独特的需求 提供各种鸟类的鸟屋制作 在所属的类木里 没有强劲的同类型对手 更多的是定位的高端house人群 这样的细分类木没有明显的积极趋势 品牌的卖家垄断也相对不高 比较适合新品进入美国 鸟屋顾客的消费特点都有哪些呢 首先 这一类人群都是广泛养宠物 热爱宠物的人在产品的选择上 追求新奇与个性 会偏向于别之风格的产品 同时这类人群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也会较高 有较强的消费能力 不仅考虑实用性 还会注重如何去营造舒适惬意的生活氛围 所以针对这个类目 目前只有平均22美金的客单价 是可以基于人群需求定位 去匹配合适的新品进入的 只有深入理解美国消费者的文化和心理活动 才能在产品开发和营销服务上做到更好